大家好,我是今年暑期七月左右加入择优 然后备考NBA的丁同学 然后你和有些同学也有讲过话,大家好 然后我在11月的时候合格了明智的NBA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备考以及合格的这些心得 首先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样在疫情中做备考的 在疫情中就是我们的备考和以往的备考发生了一些变化 比如说往年的话就是可能学校会为大家召开一些现场的那种入学说明会 来说明就是怎样进学到明智的话 可能会有那些现场的说明可以发册子 然后和教授或者说和一些学长前辈交流吧 可能会有这样的活动 我有看到但是今年这些全部都取消了 改而言之后就是学校单方面做介绍的那种活动 然后我是可能八月左右在明智官网上面有看到他们出了这些可以预约线上参加活动的这个项目 然后我就报名然后当天的话是自由入退市 就是可以用他们的Zoom的那个链接进去听课也可以随时离开 然后当时进去的话是是他们的手藤教授在做像体验体验授课这样的讲了一些关于marketing 然后blending这样的这些内容 然后比较基础也有介绍老师自己的经历和就是对大家的一些期待 然后介绍完以后入学事务局的那个staff他们会说一些就是入试的流程 然后当时我听了这一些就是感觉是在疫情期间也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来更了解学校了 然后这是我自己去预约的 包括然后则优这边的老师也有向我提供了一些就是入试的时间啊流程 以及更更更更系统的信息吧 然后这是我在疫情中做的一些备考方法 然后准关于就是在疫情中准备资料的话 就是以前的话好像也有线下的听课吧 但是我加入则优以后就一直是线上 我是通过微信然后还有zoom 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些网络手段和老师进行联系的 我准备资料的时候 是在出院期间前的一个月就开始准备了 然后我是提前一个月开始准备 然后一开始写的东西可能比较乱 第一稿交给我的班主任小潘老师以后 他和我说了一下大方向 帮我整理了一下思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 我应该要多和老师沟通 然后如果起早在写第一稿之前就和老师沟通的话 可能效果会更好吧 然后当时就是改了有四五稿以后决定了出院的文书 包括就是老师有帮我改了一些日语的措辞最后交上去了 然后面试的时候 由于我写的内容可能比较的详尽吧 然后老师那个面试的老师并没有就是提问很多很多的细节 接下来我说一下那个NBA 我考N明治NBA的时候 准备了哪一些具体准备了哪一些资料 首先是大学的 大学自己最终毕业的学历 大学所发行的一些学位证明书 成绩证明书 以及毕业证明书 这些就是都是规定需要是英语或者是日语的 我直接让大学发行了英语 再之后就是比较让人头疼的那个学位网和学性网 这个一定要提早很久开始先准备起来 它需要等待的期间实在是太久了 我这边的话好像是正值暑假期间八月申请的 然后隔了两个月才得到学位网和学性网的认证报告 然后之后做完中文的以后才能够去再做英文的 所以当中花了好几个月去等待这个东西 好在赶上了出院 接下来就是明智的研究计划书 研究计划书它要求是写五到八页A4纸的内容 然后具体格式是有限定的 比如说鱼白的地方周边就是要空几厘米 然后字号是我觉得好像是12.5左右吧 然后字起并没有规定 但是然后那个行间剧也没有规定 所以我比较的偷懒 把行间剧调的大了一些 然后是用了五张纸 当时我跟我班主任老师讨论说 他规定要八张纸 但是我写五张 甚至行间剧空的非常大 会不会不太好 然后我班主任老师跟我说 就是把话讲清楚 然后把那个逻辑整明白的话 就是其实也不需要一定要写八张 再来就是明智的官网会到了出院期间 他会有那种list 一个一张表写得非常清楚 每个人报考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资料 需要就是从官网上下载填写的一些资料 然后交学费的 不是交学费对不起 交交那个报名费的流程和方法 他写得非常清楚 可以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然后 我是在日本出院 所以我是截止日期的前两天寄出的 然后就比较顺利的 没有缺少任何资料就寄出去了 然后接下来我想分享的是 我去面试的当天 被问了哪些问题 然后基本是他问我的问题 在模拟面试其实有被问到 我当时是进到明智准备的一个休息室 等了没有十分钟吧 同一个休息室可能因为疫情原因 他们分了好多休息室 我的房间只有三个人 我是第一个被叫到 叫走了就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前面有做四到五位教授 其中一个是我在那个研究计划书中提到 想要主要跟这位教授学习的一位守藤教授 然后他可能是看了我有提到他 他就是变成了我的主要问我的那一位考官 当时进去打完招呼坐下以后 他们首先让我用五分钟介绍一下我提出的资料 以及我入学以后的计划怎样要怎样去学习 再来就是毕业以后有什么计划 那些我正好在招呼有准备过有背过 然后我就直接把话讲完了 但是可能不足五分钟 但是也被放过了 接下来的话 嗯就是根据 根据每个人提交的资料写的内容提问 我是因为之前有工作过是做marketing 然后广报这一块宣传这一块的 所以他就向我提问了关于我工作中 具体怎样做的 哪一些事情是比较有效的 然后是怎样向海外开展我们的宣传活动 像我提了这一下问题 然后这些我是有准备过 我就有答上 但是还有一些事我没有想到的 比如说他直接问我 那你对明智的那个网站 以及宣传方法是怎么看的 以及你对你如果你是明智的 这个面向海外留学生招生的广报的担当 你会怎样去做 然后我当场是有愣了一下 然后这些都是我没有准备到的问题 所以我是当场发挥了和 和教授说我觉得专门学校 我所在的专门学校跟明智这样 比较有历史比较有名的大学 做法是不一样的 然后表扬了明智的官网 做的非常简单易懂 然后我提倡的是 在疫情中更多的召开一些 就是线上可以互动的那种活动 让学生和老师能够有更多的深一步的交流 然后可以让海外出院的人也更安心吧 然后基本 几个老师轮流问了我这些问题以后 就有一位老师让我读新闻 大约是六到七行字 我没有整篇读完 他听了一段就觉得到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就把新闻收回去了 之后当中有位老师跟我说 你如果能够入学的话 因为我当时是11月 他说你11月到3月底 这一段日子要多看一些相关的书籍 我有问老师 我说那我应该看怎样的书呢 老师你有推荐吗 然后他笑笑和我说 他说我目前不能告诉你 但是如果你合格的话 明智是会发书单给你的 之后我拿到了合格通知书的同时 我有收到很厚 挺厚的一刀书单 里面的大概有至少几十本书的名字 让我去看 然后这些就是我从备考到合格以后的一些流程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知道的话 也可以留言或者说直接开语音问我 你好同学 你好呀 我有想就是我也考虑一下 就是出一下名字 然后我看一下他那个研究计划书的要求 是五到八页A4 是的 然后字数是不是没有特别的要求 对他没有要求字数 但是五到八页指的话 我的话我是写了快要三千个字不到吧 不到三千个字 我是不到三千个 我比较那有五篇吗 五篇就大一些 还是他自有规定一定要十二点五 但是他的行间就可以调 就是只要看上去不是太过分的话 是可以偷一下来 对然后我的我的班主任是那个明治毕业明治NBA毕业的小潘老师 他有跟我说他当年提交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八张纸 也是五到六张纸这样 五到六张纸那大概就是三千字左右 三千左右对 三千五百以下左右就可以 然后主要还是就是就是把能说的就是详细的就是告诉他们 我其实有在那天面试出场以后有遇到一个就是同考场等待 同后场试等待的一个日本人也是挺年轻的 然后我就跟他打了个招呼 他问我你问了什么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被问到了什么 然后我问了一下他问了什么 他好像被问的东西和我完全不一样 他可能没有提交英语成绩 然后我有提交脱越成绩 他就被问到了英语能力 然后还被问到了就是你入学后打算怎么学 毕业后打算做什么工作 然后有没有打算换你这个就是工作的行业之类的 我我觉得我之所以没有被问到 是因为我全部都写在了我这个理由书里面 他就觉得没有必要问我了 OK那就是说英语的话如果提交脱越成绩的话 他是大概率是不会问你就有能力的能力这样的问题 嗯我也不知道他们具体会怎样做 但是就是就是他没有规定要提交 但是我当时手头正好有一个新鲜的我就把它给交了 我想明智他是有英语课程和日语课程的选修 就是就是可能也是期待学生就是能够学好英语吧 更国际化 然后我想既然他有开英语课程的话 那我就提交一下让他知道我英语有准备过 嗯OKOK嗯 嗯啊然后还有就是我做资料的时候 就是我班主任跟我说 嗯我我第一稿做的就是其实挺烂的 然后我自己写的东西的话是呃 我现在在做怎样的工作 然后我到明智想读Marketing 但是我毕业以后又想去做快销行业怎样怎样 然后我就被说就是没有一贯心 所以写资料的时候 包括大家之前可能有听泽优其他的那个 就是老师介绍就是要有一贯心 就是自己的过去和想要读的内容和自己的将来 一定要有关联性 不然人家会觉得你非常跳脱 就是没有明确的职业目标 哦看到拖页成绩多少分才能提交 其实他就是没有说要交拖页成绩 然后 当然也没有规定就是要多少分才能提交 但是就是漂亮一点的成绩提交比较好吧 我也不知道几分不好意思 我我自己交的时候是七百八十分 我觉得是一个属于中中片上这样的可能 如果是五百分啊什么的可能就就会就是比较比较弱势一点吧 个人意见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能问一下你的那个研究题目写的是什么什么吗 具体的 哦就是他我是社会人入室 因为我已经工作了 我的工作是在一个一个学员集团 他底下有三十几所学校 然后我在里面做那个海外宣传 然后所以我写的话就是我想要进到marketing这个 主要学明智有分就是finance marketing accounting什么的 这一些就是大方向吧 到了二年级就会就是每个人可以去选这种选选读这种大方向 然后我想读的是marketing 的题目为呃非引力组织面向海外宣传 这个题目呃来研究然后来写毕业论文 就是学校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引力组织 然后就是其实是跟工作相关的 就是我研究了这个以后可以对我以后的工作有什么助力 我是这样写的 但其实我是可能会辞职 对然后对我跟老师就是有讨论过嘛 我说我其实我第一稿非常的诚实 我就是说我想要转转换我的那个那个行业方向 我以后想要做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跟我说就是你这样写的话会比较没有一贯性 所以推荐你就是还是以自己现在工作的这个行业来写 然后进去学习以后会对现在这个行业有什么呃 更多的的发展有什么更多的帮助 然后这个这样的话就是忍设就立住了 然后我最后是这样提交的 明智的话他在他的线上说明会的时候 然后也会具体去说明一下他们的呃做法是他的基础课程 一定要全部都修就是他一年级进去的话会有呃 什么会计啊金融啊管理啊经营学这一些基础课程 他是有规定学分一定要修到 然后到之后的选修的话可以自己去挑自己想学的那一个比重 比如说我想学marketing的话我可以修一系列的marketing的课程 也可以去修一些经营学 然后我毕业论文的话想写marketing 然后我是打算这么去做的 他的官网应该会有更好的介绍吧 应该会比我说的要好一些 然后明智是开学前提交N1就可以吗 这个好像不是是出院截止 就是寄过去的那一次就一定要提交N1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我让那个JLPT的那个机构给我发行了 花钱给我发行了那个N1的什么合格证明书 然后我把原本寄过去了 寄过去的时候明智给我寄回来说 呃给我寄了一张小纸条 说当天可以把这个东西还给我 然后我当天拿着这张小纸条过去 他就把这个N1的这个成绩证明书的原本给还给我了 然后我还可以提交给别的学校 你好同学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做这个研究计划书和这个理由书 你大概就是经历了多长的时间准备呀 呃我那个研究计划书就是刚才说 A4值5到8页的那个要写特别多的那个东西 我大约是呃提前了快要一个月吧 但是因为我其实还在工作 所以我是不是说老师一发回过一发回我 我就能马上修改的那种 我基本是每周修改一到两次的频率 然后嗯总共就是我自己有修改快要五次了 然后其实泽优老师有帮我每一次有帮我加文章 还有他会做那种标注问我这个地方你想说什么 还有这个地方就是需要再展开一些 一些之类的 这里我觉得应该加什么 然后我按照他说的这些东西 我再加一加 然后再发给他 然后我我的班主任可能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比较担心我 然后我我有给他 我有写那个就是我为什么要入读明智的时候 心比较大 我写因为离家近之类的 就是交通方便这样子 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比较没有诚意 他就直接帮我改了 然后他有帮我就是 其实有添加很多的文章 然后让我看是不是符合我的实际情况 如果有不一样的我再改 然后发给他 他再帮我圆起来 所以两个人 包括他和那边 熬日老师应该也是明智的 就是有讨论过以后为我改吧 大概就是发过来发过去这个样子 大概有实际上修改可能有七八稿以上 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大手公司工作 我不算大手 我不算大手 我的第一 我有跳过草 我以前在那个松下 松下的广告公司工作 就一直以来都是做广告以及这种宣传的 但是我的大学的学位是设计 艺术设计 然后我早年是设计进的公司 但是我比较想喜欢做这种市场 然后推广 然后我就想往这方面走 我其实面明智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小问题 我刚刚忘漏说了 就是主面我的那个手屯老师 他问我 他看了我的资料 虽然说我写的是将来还要返回到 我这个帮学校宣传的职位上继续 我说的是我是在职 然后毕业以后也要为这个岗位贡献 我这么写的 然后但是他就直接问我 他可能见的人比较多吧 他就觉得可能觉得我比较扯 他就问我 他说你这个经历 他说你有没有想过 你以后要就是自己企业 自己自己当老板 然后我当时回答他 我说我其实有过 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经验不足 然后想要更系统的学习 然后他跟我说 可以啊 你其实在明智学完以后 你会有这种能力的 就是有这么一段插曲吧 我当时候就笑笑 我说哦 那我会努力的 然后明智秋季 我看合格发表的那个 一个表格 就是学 那个叫什么来着 报名号不是脸号吗 我数了一下 大概 十个里面 进了有八九个 就是 合格率挺高的 就现在明智是不是都得 那个线下出 就是去面试了 明智的话 我觉得就是 问一下则友老师 他们有 总结 我觉得他们好像有总结那种 就是 哪些学校是 可以线下出院 哪些学校是 就是 可以线上 我看到他们有发过 明白 因为我 因为我考这个以后 我也没有关注别的学校 这个明智是四月 四月 它是四月七日吧 有那个 Orientation 然后开学的话 好像是 也是四月第一周左右 大家关于明智 还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帮助你们吗 还有一点小问题 因为我也 我从而没有出过院 然后我也是 因为之前也一直在公司 就是 我之前是在那个自解 然后最近就是 在家了 就准备全身心的准备 然后所以就是有一点 想问一下 就是 那如果我写这个计划书的话 其实最好是跟工作挂钩了 是吗 就是连贯性要强 对你是出社会人吗 你是出社会人吗 还是一般 出社会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有两种出院方法 一种是就是 就是没有社会经验的 它可以 就是比如说是 大学毕业生 直接就考MBA了 这种 是一般 还有一种是 还有一种是社会人 就是你有工作经验 然后 我是有工作经验 然后就 那我应该会走这一边 但是 主要 他那个就是 研究计划书 需要你写的内容 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有工作经验的人 他会要求你 直接他下面有写 要求你写在工作 你的工作 然后你工作中 就是 就是发生的问题 然后读明智 就是为什么可以帮到你 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你以后打算怎么样 那就会有具体要求 你写哪一方面的东西 然后是必须要写工作 我们今天差不多 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那谢谢大家 今天来听我分享 感谢大家 那我就 就到这里吧